這部分的話,它這個題目是講說它是做問卷 問卷結果它做一個統計 所以這個統計的話,它有A、B、C、D四種印表機 它做問卷,總共27個人做問卷 然後它要知道說,到底哪一個 從這個圖表裡面看出 到底哪一個印表機是比較好的 所以它是希望做一個雷達圖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各產品的比較做一個雷達圖的話 那其實可以利用類似的方式來製作雷達圖部分 那怎麼樣做雷達? 那第一個,它要我們做的就是說 在那個哪一個工作表 問卷統計的工作表裡面 它要在B30到L33 然後去計算那個出現的次數 你們可以打開這個檔之後 你可以看 在哪裡呢? B2 到L28這邊 這個範圍其實就是作答結果啦 有沒有,你覺得比如說第一個人 1號他價位高 你認為哪一個最高? D 然後列運數最快是哪一個?B 有沒有,然後 OK,他就把那個他理想中的 上面那個的結果呢 把它選擇 當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做一個 數量的統計 OK,所以喔 底下的話呢 就是一個 我希望統計出來的結果 也就是說呢 把上面27個 這個問卷調查的結果 通通幫我把它 這個加總 不是加總 是數量喔 算出來 然後呢 分別根據不同的 這幾種 我要做一個 結果的呈現 那我們用那個雷達圖 來顯示 那第一個問題他是希望怎麼樣 幫我把A 不過你會發現喔 第一個問題喔 這邊 雖然他顯示是A廠牌 但是你看到裡面的內容 裡面確實只有A喔 那你這個怎麼做啦 實際上就格式而已 所以按滑鼠右鍵 除了格式有沒有 他實際上就是在 你原來的資料 就一個小老鼠 然後後面加上廠牌 那其實是格式喔 他其實沒有 放的資料其實是A喔 不是A廠牌 這個可能要稍微學習一下 那怎麼做conif 很簡單 所以第一個他要我們做 使用conif 然後呢 計算說他的出現次數 然後 他說什麼 公式中不可出現任何字 算 使用儲存格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怎麼鑽血 第一個就是 我要知道 如果他條件是A的話 在上面出現幾次 那當然不是叫你用算的 一次 兩次 沒有兩次 輸入二嗎 那B呢 一次兩次 那當然你又算吧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假設不想用你的眼睛算的話 那你一定要學會一個函數叫conif OK conif超好用的 超重要的 為什麼?因為很多地方都會用到conif 尤其是資料的統計 或者是說新舊資料的比對 其實也可以用conif喔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conif 像那個樞紐分析表裡面算數量也是用conif 所以conif其實使用上真的很重要 那只是說我要怎麼知道A 上面這些裡面有幾個A 幾個B 幾個C 幾個D的話 那很簡單喔 第一個的話先插入環數 然後找到那個統計類 因為conif在統計類裡面 找到那個C開頭的 就會有一個叫conif OK conif這裡 OK 那conif的話其實跟剛剛的sumif 其實還蠻像的 差別就是最後沒有加總的部分 只有加數量的部分 所以其實它參數只有兩個 OK 按確定 如果假設啦 你有印象的話 還記得吧 剛剛sumif 多一個 叫sumrange 那這邊沒有sumrange 只有range跟criteria 就是哪個範圍的什麼條件 如果出現的話 就幫我加1 有沒有 所以它意思是說 範圍在哪 範圍在這邊 所以這個範圍 選起來 對不對 然後呢 條件的話 就是當A出現的時候 所以它幫你算完之後 裡面只有一個A 沒錯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範圍嘛 所以它是這個範圍裡面 幫我算A 這個資料有出現的次數 一個 OK 應該不會算錯啦 但問題來了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當然你做一個公式之後 你希望向下向右嘛 OK 有沒有 所以這邊會出現一個問題 那如果我希望能夠向下填滿的話 那會有個問題喔 欸 這個範圍呢 有沒有 這個範圍記得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把它鎖起來 那鎖的話以前都是直接怎麼樣 因為上面這個範圍一定要鎖 不然你向下填滿它都加1嘛 那特別注意以前的按 選這個範圍 我用這樣好了 這樣子 這樣應該比較看得清楚喔 那按F4好了 問題是F4呢 它是藍跟列都鎖 那如果藍跟列都鎖的話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我今天按確定之後 我向下填滿應該不會有問題 可是我向右填滿的時候 理論上應該我要把範圍改成 本來在B藍對不對 要變成C 因為我要換一個範圍啊 去算它的數量結果啊 可是問題喔 因為我前面有個錢的符號 會造成什麼 它都固定在B藍了 不會變C 也不會變D OK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要鎖的話 記得一定要鎖 列就好了 不要鎖藍 OK這個很重要喔 之前的練習是 鎖藍鎖列都可以 但是這一題 只能夠鎖列 不能夠鎖藍 如果你鎖藍的話 那結果就會不正確 這可以注意一下喔 那按確定喔 看一下 那把它向下填滿 那B的話應該算出來四個 C的話三個 一直類推 那當然我希望呢 算完之後喔 自動幫我向右填滿 老師你沒有拉到B2 B2 我看一下 你拉到四個 喔 對 喔 這上面的範圍 改一下 OK 對 所以要非常細心 你這樣算蠻好 考試應該就算一個優勢了 OK 所以真的很小心喔 好 那確定OK 所以剛剛我範圍好像沒拉到最上面 應該是這個 範圍應該到28 所以有時候要先確定一下範圍 那你在公式上面再確認一下 好 那記得喔 在2跟28前面加錢 在B的前面千萬不要加 加就錯了 OK 按確定 好 然後向下填滿 對 數量喔 那應該會增加 所以上面還有A啦 A這邊還有一個 然後再向右填滿 不過你會發現向右填滿 奇怪為什麼 這個全部都是0 那主要應該是跟一個地方有點關係 應該要鎖哪裡呢 向右如果 假如 因為我們向右 向右的時候 記得有個地方一定要固定 哪個地方要固定呢 記得喔 如果向右 因為要固定它的廠牌嘛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要向右固定的話 那一定記得在條件的什麼 A的前面怎麼樣 加一個錢的符號 OK 不然的話如果你沒有加一個錢的符號 它變成向右拉的時候 下一欄就變成B了 變成B30 B30裡面並沒有ABCD啊 OK 所以記得喔 這邊喔 總共有幾個地方要鎖 Range的話 是2跟28 Criteria的話 是在A的前面鎖一下 按確定 這樣再試一下 向下應該沒問題 向右應該就把它全部算完了 放開 OK 這樣的話呢 全部 通通 都把 問卷結果 通通 數量都計算完畢了 OK 這樣應該比較快吧 所以如果你會count if的話 算數量是非常非常簡單的事情 可是還有一個地方要注意喔 就是那個藍跟列的鎖 我發現這個有些觀念不是很清楚的話 就很容易就卡住了 範圍記得 因為等一下會向右填滿 那向右填滿一定要換成另外的範圍 本來是B2到B28 但是你向右填滿一個一定要變C藍 所以記得前面不要鎖 那條件的話 前面一定要加錢 因為這個廠牌的位置剛好在A藍 所以一定要鎖起來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答案就完成了 第一個 我們先用count if 把這個數量部分先做出來了 好 第一個喔 那第二個的話 再來就是說 它要做繪圖的動作 繪圖它是希望做出一個雷達圖 那這個雷達圖 以後如果你要根據資料呢 去統計分析哪一個產品的優劣的話 比如說哪個地方比較好 哪個地方比較不好的話 那其實用雷達圖還蠻適合的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喔 一樣先把游標放在剛剛統計出來 把它選起來好了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找到還有資料標記雷達圖的樣式吧 最後的話 把它移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叫雷達圖 所以 這個 第二題的部分 那第一個 我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OK 第一個喔 先把範圍告訴它 那我第二個呢 我希望插入一個圖 那圖的話呢 一樣我是選擇 呃 所有的圖好了 那我們從雷達圖裡面 找到所有的圖表裡面 找一下那個雷達圖 而且要 含有資料標記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上面有好幾種 有雷達圖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才是 含有資料標記的雷達圖 那第三個呢 就是填滿式雷達圖 所以它要的是第二個啦 所以記得 選 記得要 選正確喔 不然你選第一個就錯了 OK 按確定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接下來呢 我們雷達圖就產生了 那再來它要樣式8 所以應該2246 應該最後一個吧 樣式8 點一下 把樣式8點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它移動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叫雷達圖 所以這個地方如何移動呢 上方有嘛 移動圖表 點一下 然後新的圖表名稱的話呢 叫做雷達圖 按確定 好 那這樣喔 剛剛那個很像 剛剛也是新的工作表 那就把它丟過去了 按確定 OK 好 再來的話呢 就把這個 後面題目應該是針對 這個 的結果 來做 呈現 等一下 好像有點問題 這個 我把它先刪掉一下 就是選範圍的時候 剛剛只有選下面 就是它最後的 數字部分 那藍位名稱沒選到 所以記得喔 把上面藍位名稱加選進來 記得按Ctrl鍵 再把上面的記得把它選起來 也就是A1到L1的範圍呢 記得要 也要把它選進來 這個範圍跟這個範圍一定要選 不然的話 你出現的結果 它變成是編號 它不會是 上面的藍位名稱 所以呢 我們就是 在一樣的方式 把那個雷達圖加上去 那結果就大不同 所以這個地方 雷達圖選一樣的 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得到的結果 圖應該在上面這裡 你會發現 它就會幫我 把那個 藍位名稱 直接就標在 這個雷達圖上面 那一樣 再把它移動一下 那把它放在 新的工作表 雷達圖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部分 圖的部分做出來之後的話 那一樣喔 把這個圖 改成記得樣式8 然後移到那個 新的 工作表裡面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第三的部分 第三 雷達圖工作表 要做這些啦 其實這些還蠻簡單的 就是包含就是說 圖表區 文字 它要把它改成 全部的文字大小 都是16 然後取消圖例等等的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剛剛這個地方 先試著先完成 選 記得喔 要選到上面的那個 藍位名稱 才會是正確的